原本的掌陪伴跟我說 那沒了小春, 怎樣? 找誰? 我說, 我不知道 他說, 找家樂 他說, 你放心 他那把嘴巴賤得不得了 他說, 他真的那把嘴巴賤得不得了 我說不是吧? 就是他… 他是… 因為他熟悉很多藝術家 是 每個人都來到 你就很容易跟別人玩 而且他給了一個機會 因為你知道我們做舞蹈 做體身, 不多說話 我把嘴巴賤得到他口中, 我才知道 但我賤得到, 局限於武師界 我第一次… 現在全世界 現在全世界, 真的 衝出 當時我不是很說話 對著陌生人 是 他最初真的不太說話 最初不說話 還說找一個很賤的人來幫忙 而且當時做這個遊戲節目 無關你的口罪好不好 是 是你的態度 我經常跟傳媒朋友分享 如果你不是自己享受玩 很難做到二十多、三十年 我們每次做完掌門人 都有賽後檢討 大家都知道 吃宵夜的時間 是… 說回剛才我們做成怎樣 又或者下一集要做甚麼內容 是… 有一晚我們做完掌門人 我記得是鐵甲無敵掌門人 做完掌門人 做完掌門人 然後智偉在吃宵夜的時候 有一點悶悶不樂 是 他說, 甚麼事是鐵甲無敵掌門人 剛才我們做得一般 阿地, 今晚想說的話 全部都給你們說了 我剛才想開口說同樣一句說話 就被你截了 是… 整晚他就覺得 我都沒有幾句說話說 但他表露了一個… 開心的… 開心的… 開心的 一天有人接到他的東西 對, 他覺得 原來我們全部都能夠通過 他很早已經跟我說過 他說, 今天我希望 我在說話的時候 你會在後面想到 是 他說到他早有一天 就是我想開口說 你已經說了 他說就沒問題了 就沒問題了 那時候最初當然不知道 我怎麼敢回答你的話 他說不是 他一聽到你的聲音 就叫做甚麼 他就讓你發揮 讓你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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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樣 細姐… 女長老第一代 別這麼說 因為那時候是先玩遊戲 跟李燦森玩得很瘋狂 但其實玩 當時只是純粹那件事很好玩 也沒想到那麼多 跟Sam每次上來都很瘋狂 後來就當了長老 但其實還有其他的 譬如韓君廷 是 還有歐善二 是… 其實也是在一起 不過可能玩得瘋狂 可能我比較瘋狂 羅敏莊也做過 羅敏莊也做過 對 炸獵人 炸獵人 因為他看… 長老是看中你 是稍微玩得瘋狂一點的 不是稍微…他瘋狂的 是, 那時候玩 那個西瓜我有想過 不准再提 不提西瓜… 哪提西瓜 讓我說 不, 其實因為… 因為這樣 其實你玩所有的 無論你是粟米 當時也有很多東西給大家用 對, 粟米、香蕉 或者很多不同的東西 然後你所有根本就是… 都是玩你一拍攝機的時候 根本你要跟別人比賽或分組 根本你都不想 你都會狂掌下去 是 這個就是做長老的必然 你真是勇氣 我想回頭, 如果西瓜在我面前 我覺得未必有勇氣這樣剖發 你能做這行業, 也會是 因為你不是喝一個很高尚的 天下茶 大家都是在做一個表演 其實訓練了一群 這麼好, 這麼懂得玩 尤其是喜劇、遊戲節目的主持 未必是幕前或幕後 會寫喜劇和遊戲節目的人不多 你們還不開這些節目 就真的沒有了, 斷層 所以我覺得這個貢獻也不錯 陳先生, 我看你們一出發很開心 有什麼很難忘的事嗎 多得不得了 想想我們日本也不知道去了多少課 我還記得那次是姚樂兒遲來的 那次就差了 是第二次日本的 對, 接著想想如何整股姚樂兒 我們到底拍什麼內容好呢 不如這樣吧 我們拍你貼鬚 然後要到便利店買一件東西 扮男人 扮男人 好, 如是正 我們整隊團隊 然後到便利店買完一件東西 貼了鬚 貼了鬚 貼了鬚, 貼了鬚上去 然後… 成功了 成功了 不, 我們先看看帳戶 先看看重述 然後上去幕後人員的房間 房間看重述 再看看餅帶 是 再看看的時候 男人並不是看剛才他拍的那段影片 怎樣扮男人 是拍攝的表演是怎樣來的 表演是怎樣來的 我有看過 你們有骨腳毛 骨腳底毛 骨腳毛已經很像 我的童年被你們污染了 我也有看過 你童年而已 他被包含有曾志偉, 童志明, 鄧兆穿我 我們幾個拍… 對 我也一起看她扮男人 這些是屬於我的 然後大家… 不行, 你叫姚樂儀看 嚇死了 所以追著我們打 對… 總之我們告訴姚樂儀 其中白色的那一條 一定是曾志偉 是年輕人 是年輕人 那一代挺污染